3 2 1 起 起 动 哇 掌声鼓励一下 市长张渊祥和市议员张浩瀚也来共襄盛举 先锋潮活动 睽違了多年 审判重磅回级 那这重磅回级要展现好一点 我们基隆市的和平岛游泳池 确实是一个适合冬泳的地方 也是每一年365天 在疫情之外 我们都有在做存泳跟游泳的活动 所以我们基隆市在想要爸爸市场 带您知道我们要健康 要友善 要让我们地球更永续 从自己立身立行做起 我想今天河边岛公园来主办的先锋潮的活动 那其实颠覆大家过去对于基隆冬季的一个想法 大家也想说 诶 冬天天气很冷 其实非常不适合来做一个游泳 但是其实游泳这个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非常多的一个勇士 其实他们就是不为任何的一个气候 都要来河边岛公园来游泳一下 那我想这边也可以鼓励借着这样的活动 来鼓励我们市民 其实在冬季我们也可以尝试 不一样的海上的一个活动 那也可以活络自己的一个身心 让自己能够更健康 先锋潮活动也规划了声音创作 让来访民众能聆听北海岸的独特音频 另外也邀请厨师运用基隆在地食材 推出季节限定的导汤 让民众即使是在风雨的季节来到基隆 也能吃喝玩乐 那感谢我们的观光局还有北关处 以及我们和平岛公园规划 让我们冬天也可以来和平岛感受基隆的太阳 暖阳 基隆的风 基隆的雨 那我想今天非常特别 有一个数位深曼特展 园区里面规划了八种听声音的地方 我想宜兰有宁静的步道 阳明山有宁静的公园 未来我们也可以朝向这个宁静的海洋公园 来这个方向发展 让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也是对大环境的尊重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观光区 我想我们基隆 非常欢迎大家来前来 我们这边有非常好的海洋 非常好的阳光 非常舒适的游泳池 欢迎大家前来基隆 声音的部分 其实在北海岸会听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声音 那比方是说风声雨声 或者是浪声 那今年特地邀请音乐创作者雷琴 老师来帮我们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今年也有针对于饱汤的部分 也请了在地的一个 著名的一个厨师阿中先生 来帮我们做在地的食材的饱汤的一个活动 整个系列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推出水路游城 那水路游城的部分 可以针对于我们目前设定的十个景点 包含和平岛公园 行人湖跟湖海湾的这个部分 游客只要做相关的一个打卡活动 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就有机会去参加相关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就可以从基隆的国门广场那边 从海上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风景 然后最后会到和平岛 那全程会有专业的导演老师 来做相关的一个导演 那各位观众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北关的粉丝团或官网的部分 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这是我们2023年先风潮 那我们市政府跟北关处举办的 那除了有一些跳水活动之内 里面有一个大特色 就是有这个导汤 那其实里面有应用了 我们很多基隆新鲜的海产 还有在地的素材 然后来做成这个导汤 相当美味可口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 2023年先风潮限定的导汤 只有在和平岛公园可以用得到 那都欢迎大家可以到和平岛公园的指定商家 去进行限定餐点的消费 然后就可以到游客中心的服务台 拿取抽奖券 那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当下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得到这个导汤 那都是有限定的时间 那我欢迎大家到先风潮的官方网站 来看详细的资讯 2023先风潮活动 即日起至3月12号 欢迎民众一起来参与体验 感受基隆在天冷季节的旅游亮点 深入了解基隆的特色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